我现在在排队 我们65分钟还没进去 其实是过了一次号 然后重新排了 这位女士已经要打我了 现在还要等五多 听说很好吃 我第一次看店不是我常来的店 看它评分很好 看好不好吃 录一下 这个是芒果糯米饭 它是感觉有四块是新芒果 好 先吃它的糯米 芒果是ok的 但糯米 因为我没有吃出来是糯米饭 它感觉已经成团团了 还行吧这个 没有到很惊艳 这是虾饼 我们看排名第一的 那不客气啦 看着还挺好看 好烫 烫死我 好吃吗 嗯 好吃的 这家店其实是豹阳区的东南高队 榜上第一名 就是吃到这个我觉得 就我没有吃到很虾的感觉 所以它虾肉都是烂掉的 而且感觉很松 还好 这个还好 这个我觉得如果来拍照的话可以点 但是如果真的想要吃泰国的虾饼的话就 因为泰国虾饼我觉得还是要有点小糯糯的感觉 这个没有 这个很松的 这个是点的 可以叠 我还要点榴莲呢 它不让我点 这是鸡肉的 我跟你分享一个吧 好 是香蕉巧克力口味的 这个是我们的猪颈肉 这样可以淋上去的吧 试试看猪颈肉 这个是凉菜 它的肉是凉的 因为它的酱是好吃的 吃这么久 这个算是最好吃的 这也是排名前三的一个东阳公汤 看看这个东阳公汤有没有 很好喝 看样子不错 闻起来也不错 不太辣 有点甜 我挺能吃甜的 但真的有点甜 我觉得它有点像东阳公汤 加那种椰子鸡汤的融合 椰子味道很浓 我觉得蛮好喝的 这个还行 又来了一个大菜 这是黄咖喱蟹 你要沾的是咖喱蟹 就是要吃咖喱 有没有吃到咖喱味 你尝一尝有没有咖喱味 是我的问题吗 我好像咖喱味吃 只能说刚刚那个咖喱蟹 它是大宗准平上面的三味的 我是觉得可以不用点 真的很好吃 我决定再给它咖喱蟹一个机会 我来吃蟹 蟹本身它应该是有炸过的 我吃到一些花生碎的 它真的没有咖喱味 它感觉就是有很多奶的酱 然后裹着一个虾 虾本身不是虾 但是咖喱真的不吃 金银粉 然后再来了一个 这个鱼的话 一个鱼鱼鱼不可以使用的 因为它就是用味副饼 上面好像鱼饼 鱼鱼有点辣 这个酱汁是值得表扬 好吃 吃完了 我们点了挺多的 又有鱼又有蟹 各种的